坊间流传着一些好到让人难以置信的消息 而大量的迹象都指向一个问题 Donut Lab实验室对其固态电池的宣传 似乎与事实存在出入 种种信息都暗示着 他们可能在误导大众 我们之前的疑虑或许正在成为现实 就在过去的一周 Donut Lab实验室宣称 其最新的固态电池技术震惊了全球以及能源行业 一种新型电池能够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 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他们声称这款电池的能量密度达到了现有传统锂电池的两倍 充电仅需短短五分钟即可完成 使用寿命更是长达一个世纪以上 能够支持高达十万次的充放电循环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 Donut Lab实验室还宣称 由于其电池不依赖稀有材料 因此生产成本将远低于目前的锂离子电池 他们甚至宣称 这将是全球首款实现大规模量产的固态电池 这听起来简直是一款完美的电池 不是吗 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美好 许多疑点已经浮出水面 令人不得不警惕 许多电池领域的专家都指出 他们所宣称的这些技术参数 在目前看来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在最近的CES展会上 他们甚至没有展示出实际的电池产品 仅仅是一些空电池外壳 更令人怀疑的是 Donut Lab实验室CEO的公开声明 也被指存在夸大的成分 这会不会成为历史上最耸人听闻的电池骗局 固态电池技术是否真的已经成熟 并可以实际应用了呢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探究其中的真相 首先我们来谈谈能量密度 这是一个核心的技术指标 也是这整件事中最早亮起的警示信号 根据Donut Lab实验室的说法 其固态电池的能量密度 达到了惊人的每公斤400瓦时 是目前锂离子电池的两倍 与此同时 他们还宣称这款电池具备超快的充电速度 超长的使用寿命 以及极低的生产成本 现在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 这位CEO关于能量密度的说法 我们之前提到过 目前最顶尖的锂离子电池 包括用于高端电动汽车的那些 其能量密度也仅仅在 每千克175到250瓦时之间 然而一家名为 Donut Lab实验室的公司声称 他们的固态电池能量密度 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值的两倍 这几乎达到了全球所有电池技术 都尚未触及的高度 要知道像丰田、QuantumScape、三星或者全球最大的电池制造商 宁德时代Kato这样的行业巨头 已经投入了数十亿甚至数万亿美元用于固态电池的研发 但至今仍然在稳定性成本和大规模量产等基本问题上苦苦挣扎 因此当像Donut Lab实验室这样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 宣称已经实现了如此极致的能量密度 并且直接进入量产阶段时 我们不得不对其真实性进行深入思考 更令人担忧的是 Donut Lab实验室并未公开其实现如此高能量密度的技术路径 既没有详细说明电池的结构设计 也没有透露关键的材料配方 这无疑是第一个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信号 在电池科学领域 能量密度的提升往往伴随着某些方面的妥协 通常情况下为了提高能量密度 我们需要接受以下一项或多项代价 电池寿命缩短 安全性降低 生产成本上升 需要使用稀有材料或者制造工艺变得异常复杂 但是Donut Lab实验室却声称 他们的固态电池完全不需要进行任何权衡 同时具备高能量密度超快速充电能力 高达10万次的循环寿命 低廉的成本 以及便捷的大规模生产能力 正是因为这些看似完美的特性 许多专家纷纷提出质疑 这简直是好的令人难以置信 不仅仅是专家们 我们注意到几乎所有人 都对Donut Lab实验室的固态电池持怀疑态度 如果你去浏览该公司在YouTube频道 发布的视频下面的评论区 你会发现大量的网友都在明确的质疑 其首席执行官的说法 很明显 Donut Lab实验室至今尚未公布任何详细的技术数据 来支持他们所宣称的能量密度 既没有展示电池的充放电曲线 也没有提供任何独立的验证报告 更没有任何来自可信第三方的测试结果 公众所看到的仅仅是市场营销的噱头 和首席执行官的夸大宣传 而CES国际消费电子展 本应该成为Donut Lab实验室 证明自己实力的绝佳舞台 然而在这个全球规模最大 最具影响力的消费电子盛会上 现场竟然没有展示任何实际的电池产品 没有可正常工作的电池单元 没有进行任何充放电演示 也没有用于测量能量密度的设备 唯一展示的仅仅是一个空的电池外壳 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电池行业 如果一家企业真的拥有突破性的技术 他们一定会竭尽所能地展示 可正常运作的电池单元 哪怕只是一个小型圆形机 仅仅展示一个外壳意味着 要么电池尚未真正成型 要么其实际性能与他们所宣称的相差甚远 更让人注意的是 在展台下方标注的能量密度 竟然是每千克350瓦时 而不是最初宣称的每千克400瓦时 这种前后矛盾的情况 进一步凸显了其公开声明 与实际证据之间 在逻辑和可信度上的缺失 仅仅凭借这些能量密度数据 就足以让人们对Donut Lab实验室 产生巨大的疑问 当一家小型公司宣称 突破了存在了几十年的技术瓶颈 却无法提供相应的技术证据时 这种怀疑不仅是合理的 而且是必要的 而这仅仅是他们众多疑点中的第一个 我们认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能会让你更加感到惊讶 是的 不仅仅是技术参数极具争议 Donut Lab实验室本身及其首席执行官的背景 也已经成为众多专家和行业观察者关注的焦点 这家在爱沙尼亚注册的初创公司成立时间非常短 截至去年年底 员工人数仅有大约9名 根据公开的信息 这9人中只有1人拥有与电池直接相关的技术背景 其余的团队成员主要来自销售、市场、营销、初创企业或项目管理等领域 这与任何一家正规的电池公司的运作模式都完全不同 主流的电池制造商通常会雇佣数百 甚至数千名材料科学家、化学家和电化学工程师 花费数年时间仅仅是为了提升百分之几的性能 问题在于资源如此有限的企业 是如何有可能实现电池技术史上最重大的突破的呢 当我们审视Donut Lab实验室的首席执行官马可·莱马基·马可·马斯的背景时 这种疑虑就更加深了 他完全没有任何电池材料或电化学领域的专业背景 他的职业经历横跨宗教、营销、初创企业以及项目管理等多个领域 当你更深入地了解Donut Lab实验室首席执行官马可·莱马基的背景时 你会发现这个疑问变得更加令人怀疑 他并非来自电池材料或电化学领域 相反他的职业生涯涉及宗教主题的说唱音乐、媒体、软件、初创公司 以及一些以夸大宣传而闻名的科技项目 当然这本身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许多成功的企业家本身并不具备深厚的技术背景 真正的问题在于 莱马基一直以来都以发表未经独立验证的极端大胆的声明而著称 就在宣布固态电池的几个月前 莱马基还曾公开宣称 他的另一家公司已经创造出了全球首个真正的人工超级智能 一套完全自主的AI系统 据说其性能超越了所有现有AI模型的总和 这项声明既没有实际的产品作为佐证 也没有任何学术论文的支持 更没有得到国际AI研究界的认可 在短暂的引起一些关注后 该项目基本上就从媒体的视野中消失了 将这两起事件放在一起审视 一个清晰的模式浮现出来 总是发布夸大其词的具有颠覆性的声明 但却缺乏实际的技术证据 下一个需要警惕的信号来自于 Donut Lab实验室对其技术透明度的处理方式 直到今天 该公司仍然没有明确证实 其产品究竟是真正的固态电池 还是其他类型的储能装置 比如超级电容器 甚至连公司的媒体代表 也以电池行业的竞争优势为由 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保护商业机密本身是很正常的 但是拒绝明确定义设备的本质 就显得非常不寻常了 任何一家正规的企业 都可以轻松地说明 其产品的基本特性 保护商业机密是正常的行为 但拒绝明确定义设备的本质 则显得极其反常 正规的企业完全可以在 不透露具体配方或内部结构的前提下 明确地宣称 他们的产品是固态电池 这种模糊不清的态度 导致许多专家认为 Donut Lab实验室可能在玩文字游戏 如果他们的设备实际上是超级电容器 那么超快速充电和超长循环寿命 等说法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但与此同时 关于超高能量密度和数百英里续航里程的说法 就站不住脚了 另一个值得怀疑的迹象是 Donut Lab实验室的首个商业合作伙伴的选择 该公司并没有选择与大型汽车制造商 全球知名的电池生产商 或者那些拥有严格技术 尽职调查能力的大型工业集团合作 而是选择了一家营收规模很小的 电动摩托车公司 作为其演示合作伙伴 具体来说 Donut Lab实验室将其所谓的固态电池技术 集成到了一款高端的 Vergitz超电动摩托车中 这被宣传为 电动汽车性能领域的一次革命性飞跃 据称 这款新的电池能量密度 达到了每千克400瓦时 单次充电的续航里程可以达到370英里 远远超过了目前行业的标准 更令人震惊的是 其超快的充电能力 据称只需要5分钟 就可以将电池充满至100% 这与燃油汽车的加油时间相当 这听起来确实非常令人兴奋 但我们对此并不相信 这完全违背了基本的商业逻辑 这听起来确实很诱人 但我们并不买账 这完全不符合基本的商业逻辑 如果真的拥有颠覆世界的电池技术 他们绝不会选择 与一家小众的制造商合作进行展示 应该有大量的企业排着队 等着与他们签约才对 最后也许最令人担忧的是 他们完全缺乏独立的验证 没有任何中立的实验室 知名的大学或者权威的科研机构 对Donut Lab实验室的说法进行过验证 在科学领域 真正的革命性突破 必须经过第三方的验证 因为这才是技术获得真实公信力 和认可的唯一途径 促使业界对Donut Lab实验室 产生超越个人怀疑的严谨审查的关键点 来自于全球最大的电池制造商 宁德时代Kato的反应 负责宁德时代在中国以外业务的负责人 李科 吴利西Rikogalich 在领英上公开指控Donut Lab实验室的电池技术 明显是虚假的 这番直白而异常强烈的指控 具有重要的分量 尤其是它来自这家 全球电动汽车电池领域的领军企业 该公司拥有庞大的研发资源 和海量的实际应用数据 在电池行业 高管们很少会主动攻击新兴的技术 除非他们发现了明显的科学矛盾 更需要强调的是 宁德时代没有任何理由 去针对一家规模较小 知名度有限的初创企业 除非后者宣称的技术确实会误导市场 相反 如果Donut Lab实验室 真的拥有可以量产的固态电池 并且其能量密度是传统锂离子电池的两倍 那么宁德时代 本应该是最早表现出兴趣的企业之一 甚至可能会着手收购这项技术 或者立即建立合作关系 而宁德时代的高管 选择直接否认的事实 强烈暗示了 他们不相信Donut Lab实验室 所宣传的技术形态是真实存在的 这项电池技术的真正来源 可能根本不属于Donut Lab实验室 多位专家和独立调查指出 Donut Lab实验室所展示的技术 与芬兰另一家名为 北欧纳米Nodic Nano的公司 早期的研究项目高度相似 北欧纳米在纳米材料和储能领域 深耕多年 并与芬兰的多所高效 保持着学术合作关系 这引发了市场对Donut Lab实验室的质疑 他们可能并非核心技术的原始开发者 而只是作为一个商业上的门面 甚至是主要的营销载体 为一项尚未成熟的技术提供包装 爱沙尼亚提交的商业注册文件 进一步使情况变得复杂 这些记录显示 一家与Donut Lab实验室有关联的公司 最近与北欧纳米签署了一项 技术转让或技术合作协议 然而协议的具体条款尚未公开 争议性电池技术的知识产权归属 仍然不明确 最引人注目的是Donut Lab实验室 是真正的固态电池还是超级电容器 是否存在专利 以及所宣称的能量密度 是采用何种标准进行测定时 北欧纳米的媒体代表 拒绝回答几乎所有的问题 Donut Lab实验室方面 也没有提供任何补充的技术数据 没有邀请独立的机构进行验证 也没有对业界专家的质疑 做出详细的回应 在科技界沉默有时可能是一种策略 但是在科学与工程领域 尤其当宣称发现了 足以改变世界的突破时 沉默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警示信号 真正的突破性技术 应该有专利测试数据 以及第三方的验证作为支撑 而不是回避尖锐的质询 当Donut Lab实验室反复坚称 其技术已经具备量产条件 却始终无法指出具体的工厂 生产线 制造合作伙伴 或者任何能够证明 该生产流程实际存在的证据时 其行为就显得更加可疑 如果技术真的已经成熟 公开这些信息 本应该是Donut Lab实验室 消除疑虑的最快途径 但事实并非如此 综合来看 来自宁德时代的直接否认 围绕其与北欧纳米相关的技术争议 以及两家公司持续的沉默 使得Donut Lab实验室的故事 远非仅仅是一家有争议的初创企业 那么简单 它已经演变成一个教科书般的案例 展示了未经证实的技术主张 是如何迅速膨胀市场的预期 却又在面对科学现实时 同样迅速的崩溃 除非Donut Lab实验室或北欧纳米公司 能够提供清晰可验证的技术证据 否则这些疑虑不仅会持续存在 而且还会愈演愈烈 回到Donut Lab实验室的固态电池本身 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 它几乎囊括了所有电池技术领域的理想特性 其声称的能量密度高达每公斤400瓦时 并且承诺仅需5分钟 即可完成从0到100%的满电充电 彻底消除了电动汽车用户的续航焦虑 提供了可以媲美传统燃油汽车加油的补给体验 同时还保持着高达10万次充放电循环的惊人寿命 在实际应用中 这意味着即使每天充电两次 该电池的理论寿命仍然可以超过100年 堪称近乎永久的组件 其寿命甚至可能比车辆的底盘或传动系统 还要长几个数量级 这种材料的突破不仅仅体现在性能层面 Donut Lab实验室声称 该电池在零下30摄氏度到零上10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温度条件下 仍然能够保持99%的容量 直接解决了当前电动汽车用户最头疼的问题 严寒冬季续航里程的严重衰减 更值得关注的是 从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 这款电池据称不含骨或镍 这两种成本高昂且存在伦理争议的矿物 转而采用更环保更丰富的材料 这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 还使得制造过程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 无需依赖受到严格管控或垄断的供应链 好的 那么为了总结整个事件 我们需要暂时将注意力从Donut Lab实验室身上移开 回到一个更宏大的问题 为什么固态电池尽管已经被讨论了十多年 至今仍然未能真正进入现实世界呢 如果这项技术真的像Donut Lab实验室所宣称的那样简单 为什么丰田三星或者宁德时代等行业巨头 至今未能实现固态电池的量产呢 简而言之固态电池极难制造 极难保持稳定 更难以实现工业规模的量产 是的 首要且重大的挑战在于固态电解质 固态电池的核心组成部分 与锂离子电池使用的液态电解质不同 固态电解质必须同时满足三项看似矛盾的要求 高锂离子导电性化学稳定性 以及足够的机械柔韧性 以保持与电极的完美接触 实际上目前大多数固态电解质材料 至少在其中一项要求上存在缺陷 要么离子导电性不足 实际上现今多数固态电解质材料 至少在其中一项指标上存在缺陷 要么离子传导性较差 要么过于脆性 要么会与锂金属发生剧烈的反应 即使在微观结构层面出现微小的裂纹 也足以导致电池性能下降 甚至完全失效 第二个问题在于材料层之间的界面问题 众所周知 在锂离子电池中 液态电解质会自然流动 并填充所有的间隙 从而确保稳定的电化学接触 而在固态电池中 所有的组件都是固态的 这意味着在压制图附或组装过程中 即使是最微小的偏差 都可能导致界面电阻急剧升高 从而引发功率损失 充电速度变慢或异常的热量机具 接下来就是量产的挑战 固态电池无法通过升级现有的 锂离子电池生产线来实现量产 它的制造需要采用全新的工艺 新的材料 新的设备 并且实施更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 这意味着需要投入巨额的前期资本 并且面临着极高的风险 即便像丰田这样 深耕固态电池研究超过10年的企业 也多次推迟了其商业化的进程 特斯拉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 尽管在电池创新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但特斯拉从未宣称自己拥有可以量产的固态电池 相反 该公司专注于优化传统的锂离子技术 包括4680电池单元 磷酸铁锂化学体系 以及电池包级别的结构优化 这凸显了一个重要的现实 即使是最敢于冒险的企业 目前也尚未将固态电池视为可行的短期选择 因此当某家小型公司宣称自己 已经同时攻克了所有这些技术难题时 持有怀疑的态度完全是合理的 这些难题包括材料特性耐久性急速充电能力 低成本以及可扩展的大规模生产能力 在获得清晰且经过独立验证的技术证据之前 任何声称拥有完美固态电池的声明 都应该以清醒 谨慎且明确怀疑的态度来看待 再见